台湾不只健保制度完善 就连卖药都很方便 不少人身体出现扫毛病时 往往会自行选择购买成药服用 据卫福部健保书统计 112年健保给付药费 达2431亿 而其中最多人使用的药物成分 就是易烯安分的止痛药 使用人数就多达898万人 而其他则是止咳药 以及用来吸食呼吸道分泌物的艾克坦 另外在药物用量上 排名第一的是糖尿病用药 数量高达6.4亿定 再来则是癌症用药 其中以肺癌乳癌等药物为主 对此就有医师表示 国内进入高龄化社会 加上民众久坐久站 或是偶尔也有些姿势错误 和运动不良的状况 因此才让止痛药的使用越来越多 东西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